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了 很多帅哥美女都要穿短衣短袖了 穿短袖必须要保持良好的身材 那样才更加漂亮 瘦身已经成为帅哥美女们永恒的话题了 俗话说想要瘦下来 七分靠天,三分靠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减脂餐的做法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咱们准备适量的红豆和绿豆 红豆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红豆含有蛋白质、膳食纤维 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红豆的热量不高 红豆属于高纤维、低热量的食物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豆 绿豆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有大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纤维胡萝卜素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绿豆也属于粗纤维、低热量的食物 吃绿豆呢,饱腹感很强 首先我们把绿豆和红豆放到一个大碗中 再倒适量的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洗掉表面的灰唇 洗干净以后控水捞出 直接放到锅里 锅中不用放油 用中火给它翻炒一下 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在煮之前 把红豆、绿豆炒一下 更加容易煮熟 中间要不停的翻炒 使它受热均匀 直到炒至红豆、绿豆变色 闻着有香味以后就可以了 把它倒入砂锅中 加入1000毫升清水 盖上盖子炖40分钟左右 利用这个时间准备一个苹果 苹果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苹果 接下来往大碗中倒适量的清水 往水中加入半勺食盐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接着再加入一勺小苏打 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 用手搅拌均匀 搅拌至完全融化 接下来把苹果像这样给它洗干净 苹果也属于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 苹果的热量非常低 每100个苹果只有52大卡 苹果皮也非常的有营养 所以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就不要削皮了 只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以后 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放在案板上对半切开 切成四份 再把苹果盒去掉 苹果盒口感不好要把它切掉 再把苹果切成小块 万水千山都是请 如果点个赞行不行 随手点赞一次 运气增加一份 在这里祝大家生活愉快 顺风顺水 切好以后把它放到清水中 防止苹果氧化变黑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放入适量的红枣 再往碗中浇适量清水 加入一小勺面粉 把红枣清洗干净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能力 红枣表面的褶皱 存在很多泥土细菌 所以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洗好控水捞出 放到清水中 把表面的面粉清洗干净 这样就非常干净了 把刀控水捞出 放到盘子里 用剪刀剪成小块 顺便去早合 剪成小块 它的营养能更好地释放出来 全部剪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 时间到大概盖子 红豆绿豆已经快熟了 再把苹果放进去 把红枣放进去 红枣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但是一次不要吃太多 盖上盖子 再煮20分钟左右 时间到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好香啊 一股浓浓的绿豆的香味 绿豆和红豆已经全部熟了 苹果也煮软了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盛出来放入一个小碗中 一道非常好吃的绿豆红豆汤就做好了 非常适合夏天喝 有点香香甜甜的口感 现在天气越矮越热了 喝它再适合不过了 做法特别简单老少皆宜 营养也丰富 真的是特别的简单 有正在减肥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给收藏起来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